尊敬的各位同学 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这一节我们将从刚才的明山大川 历史遗迹投身到我们自身 谈谈我们的睡眠问题 随着我们的时代的进展 我们的社会运行越来越快速 然后我们进入到了这种信息化的时代 我们每天面对了大量的信息 所以现在睡眠问题成了我们一个 普遍的一个大众性问题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快速入睡的能力 这个它不光是一个愿望 而且它也是真金白银的投入 睡眠相关的产业现在非常的庞大 从我们的卧室的装修 到我们的寝具 到我们的床垫 到我们各种各样粗眠的产品 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的睡眠以及我们的觉醒 都是一个逐渐累积 逐渐发生的一个过程 我们不太可能存在秒睡的情况 如果你每天或者经常出现秒睡的话 那往往可能就是你存在了某个疾病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是 秒睡可能也是病 我们看看过去 这是1870年俄国的一个世界名画 叫五岁的男孩 我想他的年龄应该跟你们差不多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憨人入梦 我们也可以想象 在他们醒来之后 可以愉快地在田间玩耍 对吧 给我们一种很放松 很愉悦的感受 那么到了现在呢 我们白天还是很困的 你看从学生 到年长一些的人 到我们现在正在工作的职场的精英 他们日间呢 都会有这种困卷想睡的感觉 但是我们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想睡睡不着 对不对 第二个呢 是我们可能会在不恰当的场合入睡 比如你们在上课的时候入睡 比如说你们在这个晚上 自习的时间入睡 影响到了你们的学习 工作以及一些社交的一些问题 有时候在不恰当的场合 表现了入睡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叫他日间过度私睡啊 他的发生率到底有多高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青春早期呢 有19.8%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到了青春期你们上学 你们的睡眠时间 不再是由自己所决定的了 因为你们要定时的起来上学 你们晚上要做做夜 对吧 所以你们的睡眠时间会被压缩 你们现在的睡眠时间的推荐是9个小时 但是大多数人应该是达不到的 对不对 你们的睡眠时间被压缩了 当然你在周末是可能睡12个小时的 因为你要补偿 星期一到星期五不足的睡眠 这样的话呢 就会导致你们在周一到周五 学习的时间段呢 可能会有失睡的情况 另外呢 你们现在有一些高年级的同学 可能已经步入到了青春的后期 也就是第二性征开始发育了 在这个时间呢 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除了睡眠时间 你们的睡眠时项 也就是几点睡几点起 会出现一个后移的一个情况 但是上学的时间没有变 对吧 我们没有说过 初一的学生比小学四年级的学生要 可以晚上学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没有这个现象 你虽然睡眠时项后移了 但还是你是同样的时间来上学跟放学 那就会导致呢 高年级的学生 在你的青春后期呢 会表现出来你上午比较困倦 你一到三节课的时候可能会睡觉 或者你觉得没精神 到快到中午了 或者下午 你的精神头就来了 到了成年期呢 还有33.3%的人 有三分之一的人 这个有睡眠的问题 这个呢 一个是跟他工作日 没有睡过有关系 我们成年人呢 一般认为七个小时够了 第二呢 就是现在的细细化时代 我们更多的时间用来看手机 用来刷视频 然后压缩了我们的睡眠时间 此外呢 夜间的光照 也会缩短我们的睡眠 推迟我们的睡眠时下 导致我们的睡眠变得不太好 到老人家 按理说老人退休了 有足够的时间睡眠 实际上也不是 因为老人生病的机会会多 然后呢 有种种生活压力的机会会多 所以老年人呢 也有四分之一 有日间过度思睡的情况 日间过度思睡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是会对你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 以及我们整个的社会经济学 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你可能会出驾驶问题 工作可能会出差错 可能影响到你们的学习成绩 对不对 也可能发生一些 很大型的 很著名的一些海难空难 甚至航天飞机的一些事故 都是可能的 那么如果一个人存在 日间总是觉得困倦 我们要首先考虑什么呢 首先我们要考虑考虑 他的睡眠模式是什么样的 几点睡几点起 睡得够不够 白天的这个活动是怎么样的 要是我先考虑他的睡眠模式 看他睡得好不好 如果他睡得不好 睡眠的时间不足 或者今天一个时间睡 明天一个时间睡 那么我们纠正了这个 他日间的试睡 可能就好转了 第二呢 我们要来评估一下 他有没有一些什么疾病了 大家都有这个体验 你感冒的时候 是不是也很困呀 对吧 另外有些 这个精神心理疾病 比如抑郁的时候 比如焦虑的时候 你都可能会出现 睡眠的问题 而且因此呢 你要服用一些药物 很多药物呢 也是有镇静的作用 会让你白天困 大家如果吃感冒药 也会体验 对吧 你们吃了某些感冒药 白天是会困的 此外呢 我们到了睡眠当中 我们的生理状态 实际发生了一个变化 最常见的一个例子 就是打呼噜 睡眠当中打呼噜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可能你们这么小不会 但是呢 你的家人 或者至少你通过一些影视作品 一些小说 会看到 但是你很少见到过 一个人醒着的时候 来打呼噜 对不对 就是我们的呼吸道呢 在睡眠跟觉醒的时候 状态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在睡眠当中 发生的异常的生理现象 是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 导致我们白天困倦过度 撕睡的 这些问题如果都排除了 还有一个问题 也是我们今天要演讲的主角 叫失睡症 其中有一个叫发症睡病 它是我们的下周脑功能 出现了异常 出现了一些 一个中枢性的失睡疾病 它的发生率很低 一万个人里 可能只有一到三个 但是呢 基于我们中国这么大的人群 它有几十万 此外呢 它是在青少年起病 也就是在 在多的各位学生 你们的这个年龄 十岁多一点点 开始起病 此外呢 由于它是下周脑的 一个下周脑分泌素的 细胞的凋亡 导致下周脑分泌素 不足的一种疾病 所以它会蔓延终身 就一生都会有这个疾病 是不会治愈的 就不会消除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呢 改善它的情况 这个疾病表现出来 最突出的特点啊 就是白天想睡觉 它那种想睡觉的 跟你晚上没睡够的 那种想睡觉不一样 它叫睡眠突袭 就是你在很清醒的状况下 突然的就跌入到了 睡眠的状态 这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状况呢 这个疾病呢 是在1880年被法国医生所认识的 到了1998年 斯坦福大学和法国的研究者呢 才给了我们的答案 我们先来看一个 日间发生睡病的一个小孩啊 应该跟你们的年龄差不多 可能比你们稍微大一点点 我们可以看到他玩手机 很困 总想睡过去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他 舌头垂下来 另外有流口水的现象 大家记住这两件事情啊 待会我们会讨论这个事情 那么 斯坦福大学和法国的研究者 发现什么呢 发现呢 夏秋脑分泌素不足 是这个疾病的机制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你们想想我们的睡眠跟觉醒 是什么状况呢 你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我们的电灯 我们的电灯呢 按一侧是打开 按一侧是关上 对吧 打开的话呢 就要一直开着 关上的话呢 就要一直关着 如果你们在学习的时候 这个电灯在不停地开关 不停地开关 那是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状态呢 那么我们的睡眠跟觉醒也是这样 我们人类的设定呢 我们进入到觉醒的状态 我们会维持相当的时间 然后通过一系列的 这种反馈和复反馈 积累到一定时间 我们会转入睡眠 睡眠的也是我们睡够了 然后呢 我们会转到觉醒 那么夏秋脑分泌素不足呢 就会让这种转换呢 变得容易起来了 就是你觉醒的时候 会突然地掉入到睡眠的状态 睡眠的时候 也会突然掉入到觉醒的状态 所以这个疾病呢 使我们对脑的认知 对睡眠跟觉醒的认知呢 有了很大的一个进步 我们来看看我们 一天的睡眠的 觉醒跟睡眠的状况 首先我们在醒 然后我们进入到了睡眠 进入到睡眠之后呢 还有一个做梦的情况 你们每天都会做梦吗 不会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进入到睡眠之后呢 我们在60到90分钟之后 就开始做梦 每个梦境呢 大约会持续十几分钟到几十分钟 一晚上会有四到五次的梦境 占我们整个睡眠时间的 20%到25% 如果刚才说的夏秋脑分泌素不足呢 第一个是觉醒很容易像睡眠转换 另外睡眠很容易像觉醒转换 此外呢 它也会让我们的做梦期 我们叫快动眼十项行为期啊 它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丰富的梦境 第二个呢 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 我们的肌肉张力很低的 那个时候你是不能活动的 这是个保护机制 否则你会跟随你的梦境活动 比如说你梦见跑 一下子从床上掉下来 你就会摔伤 夏秋脑分泌素不足的时候呢 这两个特征呢 就会移行到我们的觉醒期 和移行到我们的非做梦期 移行到的时候 我们会发生什么啊 刚才你记着 那个小孩把舌头掉出来了 对吧 也流口水 那就是他的舌肌的激张力不足 这种呢 叫情绪相关的 这个激张力消失 严重的话呢 是我们肢体的激张力不足 我们会跌倒 另外呢 就会有一些 眼睛打不开 舌头掉下来 脑袋弯向一侧 都是可能发生的 这种叫触导 然后我们讲了 这个到了1998年 斯坦福大学 揭开了这个神秘的面纱 他们做了模型 敲除了夏秋脑分泌素的狗 我们看两个狗在争斗 这个时候肯定有情绪反应 对吧 然后又发了他们的一个触导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疾病呢 虽然只有万分之几的发生率 但是真的很大的推进了 我们对脑的认知 其他的症状呢 那刚才我们讲 做梦期 它还可以把它特征 移醒到非做梦期 我们在从睡到醒 从醒到睡 这种思梦思醒的过程中呢 我们这个时候 要60到90分钟才开始做梦 但是呢 你有了这种疾病之后 梦境呢 就不管你那60到90分钟了 它就会移醒到这个 睡跟醒交界的时候 所以发生睡病的患者呢 会很清晰地记着自己的梦境 出现入睡前的幻觉 这个实际上是它梦境的遗形 出现一些睡眠的瘫痪 鬼压床 鬼压床两个特征啊 第一个身体不能动 对吧 这就是快动眼识相的 这种激张力下降 另外呢 可能会看到一些 精灵古怪的东西 这个实际是梦境的遗形 昨天呢 我们开展了一个公益活动 叫罕见的梦 发作性睡病主题 公益化展 这就是发作性睡病的这些患者呢 汇报了他们的梦境 然后专业的画师 画出来 你看第一幅画呢 它是梦境被一个蓝精追逐 第二个呢 是在交游的过程中 它的巴士飞到了天上 第三个呢 它梦境自己走入到了 一个魔法森林当中 第四个呢 它梦境了大山深处的母亲的茶馆 总能看到母亲 但永远无法接近 这样很形象 很逼真的一个梦境 在发作性睡病当中 是非常典型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让我们去认识发作性睡病 让我们去关爱 发作性睡病的患者 那这个疾病 我们怎么评估呢 第一个呢 我们就要评估一下 它是不是主观上容易睡 对吧 这有一个叫爱博斯 试睡量表 它评估了我们八种的情境 有些情境不太容易入睡的 有些情境比较容易入睡 第一个 容易入睡的情境 坐着的时候 听课的时候 特别像现在黑暗的时候 对吧 长途车 你什么也做不了 这些情境你都容易入睡 哪些不容易入睡呢 吃饭的时候 你跟人交谈的时候 或者你做运动的时候 不太容易入睡 对不对 当然我们刚才看了 刚才的那个 患者的那个小的影片 我觉得将来 我们可能要加一个 在你玩手机 玩游戏 刷视频的时候 也不太容易入睡 因为刚才他就 很生动地掩饰了 他玩游戏的时候 抵抗了自己的睡意 没让自己睡过去 此外呢 我们还有实验室的检查 我们先给他做一碗 睡眠监测 这有什么作用呢 第一 排除他是不是有些 睡眠的疾病 我们刚才讲了 很多睡眠的疾病 比如睡眠打呼噜 会影响到 他第二天觉醒的情况 那么我们通过 一碗的睡眠监测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有没有睡眠疾病存在 他睡得好不好 他的第二天的 过度的试睡 是不是来源于 他头一碗的 睡眠不佳的情况 第二个呢 实际上呢 我们也是在看 他有没有一种现象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正常的情况 进入到睡眠 有60到90分钟 我们才开始做梦 但是发作性睡病的患者呢 可能在 你进入到睡眠当中的 前几秒 几十秒 或者几分钟 就进入到了睡眠当中 这种叫睡眠起始期的梦境 这种情况呢 是非常非常有特征性的 他对诊断这个疾病 差不多有96%的准确性 评估了夜间之后呢 我们马上就会再做一个 白天的一个监测 来看他日间到底困不困 很多人跟我讲 他白天很困啊 但是他实际上 他睡不着的 特别是我们的失眠者 虽然他很困 但是他白天很难入睡 那么发作性睡病的患者呢 他就很容易入睡 我们给他做五次小睡 每一次呢 根据表现不同 大约从几分钟 到几十分钟 中间呢 间隔两个小时 如果在这五次睡眠当中 他平均只花八分钟 就可以入睡 另外呢 有两次是进到了做梦期 我们就认为 他是有一个 病理性的一个试睡 这个的准确度呢 差不多有86% 87%的样子 因为临床的现象 非常非常的复杂啊 如果通过以上的 夜间的监测 白天的监测 拿不到证据 说他是一个 发生睡病的患者 但是呢 临床的表现 又让我们确信 可能会出现 这个矛盾的情况 我们怎么办呢 大家记得 他的机制呢 下丘脑分泌素不足 所以我们可以 抽取他的脑挤液 然后呢 看看他 下丘脑分泌素的含量 如果他下丘脑分泌素的含量 确实是降低了 即便刚才说的 这些实验室检测 没有达到我们的诊断依据 我们还是可以给他确诊 发生睡病 这个是最准的 此外呢 我们还可以检测 他的基因 人类白细胞抗原 HLA 这个呢 他的变异呢 也会让我们容易患有 发生性睡病 所以呢 从某种程度上 他是具有一定的遗传性的 但这个遗传度非常低 我们很少会看到 父母是发生睡病 他的子女就一定是 那我相信一定会增加 这个比例 但因为这种病啊 发生率很少 所以这方面的 加息研究的 并不能够完全的证实 发生睡病 我们刚才讲了 他由下丘脑分泌素不足 他会终身患有 那么我们拿他 有没有办法的 我们拿他还是有办法的 我们通过一些 药物跟非药物的方式 达到恢复 和维持他的社会功能 让学生可以学习 让工作人员呢 可以良好的工作 对吧 维护持我们的社交 维持我们的家庭功能 主要呢 就维持我们日间的觉醒 另外呢 减少他促导的发生 因为促导的发生 将来呢 我们大家大部分人 都是要开车的 你开车的 如果一旦有促导发生 这么高速的交通工具 是非常危险的 另外呢 改善夜间的这个睡眠 主要减少他的 轨压床 减少他的入睡前 幻觉 让他睡得更好一些 那这里面分成两种 一种药物治疗 一种非药物治疗 它都非常的重要 我们现在 有足够的药物呢 可以预防他 日间的过度试睡 也就是给了他之后 让他可以 觉醒程度增加 变得白天 没那么容易入睡 可以维持自己的 这个学习和工作的功能 第二呢 预防他的 促导的发生 以及夜间的这些 鬼压床 和一些 幻觉的一些发生 第三呢 如果他夜间睡得非常不好 这样那个翘翘板啊 他经常从睡眠中 转到觉醒当中来 我们也可以有些 促眠的药物给他 这是三个主要的 治疗原则 那么还有一些 非药物治疗 那比如说 我们可以让他 白天定时的小睡一会儿 上午十点钟睡一下 下午三四点钟睡一下 每次小睡呢 大约让我们两个小时 就不再感到困倦了 第二呢 维持我们良好的睡眠习惯 定时睡 定时起 减少一些咖啡 烟酒的一些干扰 另外呢 白天有足够的光照 规律的进食 规律的学习 规律的工作的生活 此外呢 就是社会心理支持 因为这个病呢 被认知的很少 甚至很多医生都不知道 所以父母亲老师 还有他的同事 他的朋友 经常认为这个人很懒 他就是偷懒 他就是想睡觉 他就是晚上不好好睡觉 晚上去看手机玩别的 所以呢 他白天就很困 会给他很多指责 但是我们知道了 这个疾病之后 大家就会去帮助他 对吧 去理解他 对于患者也是 患者觉得我是一个怪人 那么他知道了 自己患有什么疾病 找到了组织 有一个 发生睡病的一个组织啊 那么他也会认知到自己 认知到自己之后 实际很多内心的冲突 就会得到解决 在这里呢 世界关爱 发作性睡病日 然后呢 第一个呢 是表达 对这些罕见病患者的关爱 第二呢 我觉得也是要 感谢发作性睡病的这个疾病 因为它是我们 对我们脑功能的机制 以及我们对睡根醒的调控的 认知更深了一步 也就是在昨天呢 世界的科学突破奖 授予了发作性睡病的这个 发现者 以及这个机制的发现者 那就是斯坦福大学和法国的专家 以上呢 是我跟大家演讲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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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